谁都难以想象 这个民进党可以让蔡英文一拖 拖了七八年真的要选上 这个整个过程中间 就不断的想办法都弄下来 最想把它弄下来的那就是赖金的 你来到重庆坦白 我是我重庆 我们看到蔡英文 他应该是要报仇血恨的 因为他跟赖金的结了粮子 是全天下没有人这么大的 这话的意思是蔡英文跟赖金的粮子 绝对是民进党跟股民党结了粮子 还要大得多 而这两个人有仇恨的少说 应该是从12年前就开始算起了 也就是那回大概是2011年 那时候他们就已经开始结下粮子了 换言之他们是隔空不断的过重 因为这两个人年纪啊 事实上啊只有差三岁 所以呢 互相谁也不服气谁 再者呢 耐心的觉得啊 你蔡英文不就是假学历吗 因为蔡英文的假学历事件 在整个民党内部啊 慢慢的流传开来 这个事情是从2009年开始 为什么是2009年呢 因为是2008年蔡英文才干了民进党的党主席 在那之前啊蔡英文真的对于民进党来说只是个客人 怎么说是个客人呢 因为2000年以前蔡英文还属于国民党 而2000年到2004年呢 他只是属于专业技术人员 那就是什么呢 就是陆委会的主委咯 那2005年到06年 他只是一个不分区立委 说实在啊 这一点对民进党呢 他们啊 真的还不放在眼里 那时候整个民进党 所谓大老级 或者是民党里面的名牌人物 要比蔡英文强的 或者知名度高的 少说你可以举出200个人 蔡英文能算个什么 但是突然啊 在2006年呢 蔡英文变成是什么 变成是行政院的副龙头了 这时啊 正好啊 那时行政院的龙头老大又是苏贞昌 他们正好又做了一正一副 那一回开始 蔡英文变得有些重要 而且呢 蔡英文是陈水扁之间给任命的 那时候的苏贞昌啊 就本来与赖清德非常友好 苏贞昌不断的跑去跟陈水扁说 你任命的那个蔡英文啊 脑袋有问题 他不行 你得把它换掉 不然行政体系不好运作 至少说了 据说五六回以上 陈水扁呢不为所动 就是派了蔡英文在那儿当监军 看看苏贞昌有没有乱搞 好啦 谁都意想不到 当年啊 苏贞昌所认定的脑袋不行的人 后来终于他的顶头上司 而且他们还合作了将近四年之久 也就是最近我们才看到了 所以他不是出一本书吗 蔡英文还站台 蔡英文和李登辉年纪差不多 而吴汉敏呢 他也和李登辉差不多时间就过世了 但是李登辉毕竟曾经拥有大位 吴汉敏就一直是在日本住着 虽然吴汉敏的钱也很多 但是权力还是李登辉大 所以当然蔡英文跑得快了 所以08年呢 蔡英文就这样在当时候 情况非常不良好的时候 干上了党主席 那时候起 这两个人已经埋下了要竞争的痕迹 而且啊 那时候的赖姓的羽翼还未封吗 他毕竟啊 才刚进台南市 但是蔡英文就知道他未来啊 可能有机会登上大位 他就得开始操作他的假学历事件 那从09年 他就开始对伦敦真理学院 找人一起去下手 这时候呢 那当然就开始掩不住了 原因很简单 是因为纸是抱不住火的 尤其是跟他一起去的人 包含陈其曼 萧美琴 还有谢志伟 这些人难道嘴巴都不说吗 不可能 所以啊 这个事情终究是透了出来 那么赖姓的就知道了这个事 那些人也慢慢让这个火从周边烟烧开来 不过一开始他们还觉得他没那么重要 而且觉得他根本就选不上 是啊 他2009年是选不上 到了2015年 他居然 隔年选上 谁都难以想象啊 这个民进党啊 可以让蔡英文一拖 拖了七八年 真的他选上 选上以后他又再赶了七八年 这个事情是大家死掉为止 也就是所谓的蔡英文时代 足足占据了台湾 16年之久 也就是他的民进党的蔡英文时代 真还霸占了两个八年 虽然啊 那个时候先有一个马英九 在国民党那边呢是等于是中心之主了 可是啊民进党为了找出一根马英九对称的人 就不得不把蔡英文从08年一直放到15年 这一放啊蔡英文等于是养足了实力 虽然他第一人干得非常差 然而第二个他又有了奇特的奇遇 他又继续干 这个整个过程里面呢 当然民党很多人不服气啊 就不断的想把他给弄下来 最想把他弄下来的就是在台南已经成期后的赖神 那就是赖清德赖清德当然出手下把他给弄掉了 可是不管是从12年16年到2020年都弄他不掉 现在呢是蔡英文反正要下来 换他去让赖清德寝食难安 也就是说啊 从背后不断的给赖清德穿小鞋 包含他找到有哪些人贪污 包含他有哪些人有外遇 包含哪些人做的各种傻事 全都有各种方法把他给抖出来 最好啊 还让另一组人呢来取代他 让赖清德绝对选不上 这就是死仇不报废君子 那么蔡英文反正本人就不是君子 他把赖清德给弄掉 那叫做正好而已 这时民进党内部就兵奔两路了 一路呢是要让赖清德设法 还是可以超过柯文哲 另一路呢是最好赖清德就别上 而民进党呢重新被蔡英文系统的人 给拿回来 这两路人在民进党里面 到底谁会胜 我们继续妄想看